受困的大理部落族人吊挂座上直升机获得救援 起好一早空勤走对搜救机从花莲机场起飞 到大理部落吊挂两名行动不便的患者 再前往大同部落在运受困的七位居民 目前已获得安置 花莲702强阵在后第五天造成13人死亡 仍有6人失联 其中在沙卡当部道有4人和人矿区1人 搜救碰上气候不加余震不断也大大增加救援难度 总计还有344人滞留 也预计要撤离305人 分别是金英酒店的民众和员工246人 西宝国小师生59人 这几天仍然有余震 目前国际上土耳其也加入救灾行列 将空拍河谷地形协助沙卡当的搜寻工作 有的新闻给了我们学校中文台北市采访波动